台湾证明参与2020东京奥运公投,虽然已启动第二阶段联署,但中旬会主委陈英前20日接受采访时透露, 洛桑国际奥运会特别开会决议,不接受中华台北奥运会改名,据台湾中时电子报20日报道,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,联署活动于1月起逃,3月通过中选会第一阶段联署,5月11日起正式启动第二阶段联署,主要参与者包括台湾教授协会等本土社团及台独团体,陈英前20日设访时证, 洛桑国际奥运会应该是得知台湾有团体发起证明公投,才开会决议不接受中华台北改名,但公文上未明示是因为公投案,起月属于特别新闻提醒中选会, 1981年,国际奥委会与台北奥委会在洛桑正式签署协议,台北奥委会正式改称中华台北奥委会,会起完美花五环旗,会歌则建用一首称颂中国国土的老歌,这就是台湾参加奥运会的规定, 集合运模式,一些团体推动公投是企图把中华台北队改名为台湾队,台湾网报曾就此评论称,改名可能变调为统独争议,甚至两岸冲突,违反两岸一中原则, 何况台湾难以片面决定改变队伍的名称,反而是体育能量被遮蔽,中国时报还以漂亮小丑,保持弄兵,形容独派团体所为,这种公投不值钱,就免了吧,大陆国台罢此前回应称, 国际奥委会对于台湾参加奥运会有明确规定,任何企图改名的政治图谋,注定是一场不可能的丑的闹剧,喊响 和声音符